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私募大佬 在失联37天后终于发生了 1月7日 新三板挂牌公司信中立公司实际控制人汪朝勇 在朋友圈一连发出10条消息 对信中立所投公司动态进行祝贺 当日晚间 信中立发布公告称 公司已与实际控制人汪朝勇取得联系 确认其失联期间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2021年12月16日 有报道称私募大佬汪朝勇已经失联两周 信中立方面也没能联系上汪朝勇本人和其家属 当天 信中立发布公告称 根据媒体报道 公司实际控制人汪朝勇失联 相关情况尚待确认 为避免公司股价波动 其公告称 公司股票自2021年12月16日起停牌 预计将于2021年12月29日前复牌 16日晚间 一张网传拘留通知书的图片在各种渠道发酵 显示汪朝勇已于2021年11月30日 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拘留 原因是涉嫌职务侵占 曾被称为华尔街中国神童的汪朝勇 15岁就考取华中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专业 类似少年班 19岁进入清华大学 成为精管学院第一批研究生 20岁公派美国留学 22岁MBI毕业 紧接着 汪朝勇开始在华尔街旅职 成为第一批大陆留学生 进入华尔街的投融资专家 汪朝勇拥有12年国际投资经验 曾先后任职与美国摩根大通银行 美国标准普尔摩根士丹利 并担任美国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副总裁 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汪朝勇于20世纪90年代初回国 1999年5月 34岁的汪朝勇 创办信中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在创办信中立之前 汪朝勇受国家开发银行邀请 担任全职高级顾问 参与筹备和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 信中立是中国最早成立的VCPE机构之一 据信中立网站披露 公司创立 实质国内中小民营企业的第一轮创投热潮 公司成立的宗旨在于 为广大中小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壮大 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从2000年即开始外币创投基金管理业务 2009年增加人民币基金业务 并于2016年收购A股上市公司汇城科技 信中立重点关注三高三大三新高科技 高端制造 高品质服务和消费 大健康 大文化 大环保 新能源 新材料 新模式 目前 信中立的管理基金规模超过300亿 累计投资近200家企业 包括百度 搜狐 华裔兄弟 阿斯顿马丁 亚信科技 居然之家 一药网 狼静科技 每年大健康等国内外上市公司 汪朝勇的个人简历显示 其公开的身份有近20种 包括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创业投资基金专业委员会联席主席 北京股权投资协会轮值主席 北京创投联盟理事长等 以及中国越野拉力赛联合创始人 美洲杯翻船赛中国支队的创始人等 汪朝勇还是一位微博大V 拥有近526万粉丝 这位多重光环加深的行业老兵突然失联 引发了高度关注 一方面在于其传奇的履历 另一方面在于涉嫌植物侵占引出的重重疑云 在被曝失联的2021年12月16日 信中立公告称 公司向公安机关咨询相关情况 但截至当时 尚未获得与汪朝勇先生相关的有效信息 公司也未收到由公安、司法等机关发出的正式通知 或协助调查的要求 2021年12月22日 信中立称预计将于12月29日前复牌 但在12月28日 信中立突然宣布 因公司存在的重大事项涉及到重大风险 股票延期复牌 2022年1月5日 信中立再次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汪朝勇失联 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 产生重大不确定性影响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预计将于2022年1月13日前复牌 同时称 公司继续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但目前公司尚未与其取得有效联系 公司也多次与公安机关联系 但截至当时公安机关 为给予公司关于汪朝勇先生相关信息的正式答复 与此同时 财新消息显示 去年11月30日 被刑拘的私募市场知名大佬及人物汪朝勇 在37天拘留期满后 已经于今年1月6日完成取保候审 1月7日 信中立公告称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的信中立正被多项风险笼罩 中国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显示 信中立存在投资者定向披露账户开利率低 存在余期未清算基金 存在长期处于清算状态基金等多个情形 而且 信中立在2021年被北京证监局 深圳证监局 青岛证监局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 多个监管机构处罚 除此之外 信中立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终持会成 信中立普信持有会成科技股权比例 每变动50% 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停止交易 信中立普信 信中立保信减持会成科技股票 未按规定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信中立普信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会成科技股票比例超过1% 2016年5月 汪朝勇以16.5亿元现金并购会成科技 11.1%的股份 相对于会成科技当时8.89元的股价 溢价幅度高达113.7% 对于汪朝勇来说 会成科技是其最大的滑铁卢 因为在那之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细则进行了修改 增加借壳上市的触发条件 信中立的借壳上市之路就此堵死 用高杠杆举债收购来的会成科技的股价表现 也不忍直视 从2016年5月至今 其股价经历两轮腰斩 截至1月7日收盘 会成科技报4.36元 当天跌幅为4.18% 市值约35亿元 随着会成科技业绩持续下滑 汪朝勇抵押的股权频频爆仓 2021年8月 汪朝勇夫妇正式失去了 对会成科技的实控权 从信中立2021年中报来看 其资金链压力较大 截至2021年6月底 信中立短期借款余额9215万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44亿元 合计2.36亿元 账上货币资金仅1.73亿元 账上货币资金仅1.73亿元